十五位香港小姐候選佳麗 今日進行才藝表演 唱歌、跳舞、樂器演奏這些大家都看慣 這次就有邊跳舞邊變魔術 蒙眼彈琴、服裝設計等等都幾新鮮 表演結束之後佳麗就進行互選 五號的王菲就在這個環節脫穎而出 直入決賽 我會盡力做好自己 不知道誰投票給我 但我不會辜負每一個投票給我 或者支持我的佳麗或者朋友 我一看好KT 因為初選我已經很留意她 無論身高還是樣貌都非常有優勢和突出 再加上認識之後她的談吐和禮儀各方面 其實都是很斯文有禮 即是很符合一個港者的形象 所以我覺得我很看好她 至於大熱的黃家文和蔡家欣 入圍都哭得很慘慘珠 其實我反而是開心不到 因為見到那麼多的女生 都相處了那麼久 都是好朋友 所以其實心情挺複雜 其實現在的心情只有四個字 可以形容就是百感交集 因為其實是真的很開心的一件事 能夠入圍 但是還是開心不起來 因為剛才我們一到台 大家都有哭 我是那些看到人哭的 我就忍著一起哭的人 所以我覺得這個畫面真的很心痛